C 되� 今天给大家看 sk 누 competency 马大师大师上了一台实战的视频 小样我们可以看到 是非常熟悉的马宝国和王庆民的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让马保国 马大师是一战风神 名阳世界 现在马宝国他的出场位也是非常高 也是非常奇怪 他是输掉比赛 但是他的名气要比王庆明要大得多得多 然后这场比赛仅仅了30秒的时间 马宝国被打倒三次 中拳Q 跑得非常漂亮 但是马宝国他赛后不服气 他认为是被他的对手王庆明给暗算了 可以看到马大师他是非常不服气 认为是王庆明 他是做了手脚 我们再来看一个 自由搏击和传统术大师之间的一场较量 右边座位就是传统术大师 左边是自由搏击爱好者 好的 其实很多传统术大师 他们的年龄是非常大的 在他们故意的印象当中 就是看无瑕小说 年龄越大 功力越深厚 其实真正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年龄越大 他的体能各方面都是肯定是不行的 可以看到一个高边腿 就是把这个大师给打倒 其实上擂台的很多大师 他们都是牢牢病残 然后的话 在这个擂台上 实战能力肯定是不行的 好的 现在 比赛继续 看一下这位传统术大师 能不能继续比赛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架也是非常奇怪 然后他的步伐也是不太灵活 跟这个搏击爱好者 形成鲜明的对比 好的 轻轻的一个边腿 打的他的都是摇摇晃晃 这样的这个对抗能力肯定是不行的 好的 连接的大白拳 漂亮 扫梯 高扫进攻 哦 这个高扫力度非常大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视频 然后右边这位是传统武术大师 这个皮肤肤色比较白一点的 他就是自由婆戚 传统武术大师上了一台之后 然后就是完全没有传统武术的样子 这是乱伦 高扫进攻 然后 他的进攻还是蛮积极的 好的 看一下能不能继续比赛 刚才也是又受到中击 比赛结束了已经 我们再来看一个 是狂人阿俊 狂人阿俊他是业余的自由搏击泰拳爱好者 他的对面是自称是少林武僧 其实他就是个假和尚 什么都不会 在这个擂台上躺的也是非常的笔直 然后这个上场当中也有很多人去围观这场比赛 好的 林的摆拳 动作是非常非常搞笑 其实他不能算是无数大事 只能是一个小丑 好的 摇摇晃晃晃啊 狂人阿俊打这个假大师 还是戳戳有余的 想说他的技术不太专业 这个大师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 好的 联系的重拳 刚才还用了转身的边拳 真的是非常的搞笑 好的 中拳Q 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赛 是一位传统大师和这个12岁的一个小朋友 进行这个擂台对抗 然后这位传统大师其实他的年龄 还有他的身高体重完全是占据优势的 年龄是比较大一些 年龄是不占优势 但是 可能感觉就是大人大小孩 但是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小朋友 然后这个小朋友的话 他也是占据上风 好的 中拳 漂亮 如果这个小朋友 如果这个小朋友就是再专业一些 稍微大一些的话 然后这位大师肯定是不行的 好的 中拳 联系到中拳 这位大师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体能肯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好的 漂亮 他的身高不太够啊 只能是够着这位传统大师去打 完全是占据上风 那么